女子正準備坐上汽車後座 後方卻突然衝出不少人馬 將女子牢牢壓制 不要動 不要動 警察 不要動 查氣行動發生在新北板橋 這名女子是假投資 詐欺集團的成員 當天的工作就是假扮成公司会計 到銀行提頂贓款 女子身上被搜出的現金 正是詐欺被害人所獲的 不法利潤 金額高達兩億五千多萬元 根據警方了解 中央犯罪集團已經讓28位民眾受害 不僅利用保證高獲利作為誘餌 誘導民眾持續投入本金 財損至少上千萬元 而詐欺集團內部也相當縝密 先找人頭成立工商帳號 再向銀行謊稱有貸款往來 並再取得公司帳戶化方案 申辦取得公司帳號之後 再教導被害人以貨款的名義 匯款 欠債以及基於無據定所的成員 當作集團車手 未參成公司會計以繳交貨款為名義 到銀行領外提領大量的張款 警方也繼續循現追查跑遍全台各地 棄貨17名嫌犯到案 全案也依詐欺合洗錢防治法等罪嫌 移送法辦